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5点钟 没什么事还在外头坐着呢 看 今天长沙的天气是10度到22度 穿着一个外衣就可以了 也不是太冷 你看一看我最近看新闻了 说我们黑龙江都下暴雨了 暴雪了 有的地方已经停课了 就说冷了上冻了 8号就立冬了 就正式进入冬天了 但是这块还真没进入 还是现在的温度就像我们在北方 九月末那个温度 你看不冷不热的 也没有风也不下雨 我觉得真是不错 但是我听长沙人说 说今年他们的温度是特别特殊的 每年不是这样 每年到这个季节啊都有点冷了 那么我真期待着就是说呀 他这冬天呢是怎么样的 因为呢我们就是来着第一年呢 还没在这过过冬天呢 冬天都是咋冷啊 我们也不知道 儿子啊怕我们冷 那么呢就啊给我们 就是说呀 屋里就有暖气 那么我们在冬天呢 做了哪些准备呢 上一节我已经说了 说到把窗户啊 买了非常在网上买了密封条 冬天的时候呢 就准备把窗户给密封上 让它不透风 那么我觉得呢 就能差一些冷 那么最近呢就是 我又想到了说在我们在北方的时候呢 就到冬村去 冬村煮炕啊 有很多人家啊 就是 那叫水暖炕 就是用水来循环 就是也不像电路子 或者是电的东西呢 特别容易上火 那么这种呢不容易上火 我就想啊能不能有这个 往床上一扑的呢 我一搜啊 终于有 叫呢 水暖床 不是水暖毯 是一种毯子 那么呢我就下单了 买了一个 就是不是太贵 但是比电路子呢要贵一些 那么呢我现在已经用上一周了 这一周啊我觉得真是不错 这个插上 插上之后呢 就热了 热了呢你要睡觉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给它变成恒温 让它呢就是说 一直热的 但是我没有 我就是睡觉之前呢 给它就是插上了 插上之后呢 那个 要睡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闭着 还有遥控器的 我觉得真挺好的 这个呢我给大家排一排 其实不是做广告 就是呢 让我们呢这些呢 家里没有暖气的 在南方的 湿冷湿冷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真可以啊 就是说呢有这种水暖毯 而不是垫入子 我觉得呀很是不错的 那么带领大家看一看 那么你需要的呢 你也可以啊 就是说 就是说上网啊买一个 这我觉得挺不错 看 我买的呀就是说呢 这种啊 水的 叫什么呢 叫呢水暖毯 用水啊来喜欢的 要 尺寸不一样 那么我买的是一米五的 因为这床啊是一米五 看 到晚间的时候啊 你给它 查一会儿电 特别好 我觉得屋里没有暖气 都没啥问题 看 看 那么这个是开锅 这开锅了 你看 二十一度了 那么你要睡眠的时候呢 你可以弄到这个 睡眠状态 还有遥控器 这我觉得真是的 特别实用 它里头呢是 割 真流水 或者是啊 割存净水 是用水来循环的 那么我都 拥有一周了 这水啊 没变 就是根本都没少 看 特别好 有兴趣的呢 你可以啊 自己呢 上网搜一搜 感谢您的支持 下集见